NASA 观测到火星有液态水 但是好像有点担心害怕受伤害 自从星期一 NASA 宣布在火星观测到液态水之后 网络世界就整个爆炸咯 那些热爱外星人的外星人扣门 可以跟外星人玩耍的梦想又更靠近一步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或许火星的眼水很适合淹些小黄瓜什么的 推特乡名California Route在推特上噎鱼说 人人都想趁机和火星话题沾上边 不过到底哪家矿泉水公司会先打阵呢 也得先看电影明星麦特·戴蒙 会不会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宣布占有火星的主权 NASA 特别声明说 不会太接近观测到的液态水 因为担心火星探测车上来自地球的生物 并没有特别消毒过 而污染并影响火星生态 再拖 我们人类什么时候有威胁残害过别的物种呢 NASA 只收到美国联邦政府不到一%的可悲预算 或许他们该在火星上盖一些盐水喷泉豪宅 给有钱人来当作居然未来在火星的任务的支出 如果真的在火星上发现生命体 至少我们人类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请教 生存的方式哦